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脱离黑暗 尽入 永光泪 一人一蚊 撑星火行动 鼓励你每一 click 收看之余 都可以奉献出至少一蚊 让减击率成为支持 鼓励我们更有力 更用心去拍摄星火 我们需要有理同行 只要一蚊 改变一生 欢迎收看星火飞腾 人往往喜欢比较 尤其是香港人 很多时判断人的价值 成就往往就是用几把尺 学历有多高 赚钱有多多 伴侣有多好 子女有多好 其实除了这些逐势的标准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我最近认识了哈尔滨的朋友 他自小就被人认定是没用的人 连他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 不过他最终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努力发掘自己过人之处 今天他不单止可以自立 还有力去四维关心人 而且还有一门独门的绝技 各位香港的福洛丁姊妹 各位朋友 你好 我是来自东北的 李振伟 现在北方的天气 非常的寒冷 那可以说 现在也都是在下雪的 这个时候 北方是千里冰空 万里雪飘的这个状态 但是我呢 我是看不到雪 是什么样子的 欣赏不到雪的美景 因为我是一个视障人士 自己的听力很好 比这个再大一些的屋子吧 就是如果小的时候 你不管藏在任何一个角落 如果玩捉迷藏的游戏的话 只要你能呼吸 我就能找到你 很容易的 能够轻松地就分别出来 对一个人的声音有印象 能记得住 可能因为看不见 所以神把另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加给我 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 距离哈尔滨 有一段路程的一个偏远的农村 三四岁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的奶奶和我的妈妈经常哭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为什么 因为我的印象是人 必须要不舒服的时候才哭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了 因为我就是这样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哭 但他们就不告诉我 直到我五岁的时候 和一群伙伴们他们一起玩 因为那个时候农村 它的这个障碍物比较少 然后我对环境的熟悉能力是很强 我能从这个集里外的村子 我也能自己找回家 而且不用人带也能找回家 然后有一次我跟他们追逐的时候 他们就是从前面就是一个深坑 他们就绕过去 当时我就想 我从这个直接跑过去 不就可以抓住他们 结果我就掉在了那个深坑里 摔得我好痛 然后我就哭了 哭的时候我就问我的母亲 他们为什么不掉在这个坑里呢 我的母亲和奶奶告诉我 说你是盲人 我说盲人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你看不见前面的危险 你也看不见五颜六色 那个时候我主要透过这个触摸呀 和透过这种感觉 比如说声音啦 音乐啦 声音人的说话啦 来判别一个人的 判别他的方位呀 判别他的这个状态呀 但是也没有人 我那时候五岁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说我是盲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也就不知道自己是盲人 那时候心态还是蛮好的 但是他那句话说完了之后 我童年的那种欢乐 就此就消灭了 他那句话把我 就是从深坑里 带到另一个更深的深渊里 就是我原来是跟他们不一样的盲人 越来越知道自己是盲人这个事实 因为在农村呢 很多小孩也会围观你 然后会辱骂 他们辱骂的时候 其实我不单是悲观 而且是愤怒 小的时候我还悲观 我还不太懂 就是愤怒 然后觉得自己 就是和那些孩子们打架呀 有的时候我打不过他们 因为头就手就被打破 然后我也不觉得疼 就是那种心理的伤痛 可能是遮蔽了我身体上的疼痛 我的邻居也常常这么说 就是说这个孩子哪里都好 就是看不见的 我是一个很多爱好的人 比如说爬山 大概我两个小时 能走十公里的路程吧 我经常喜欢运动 83年的时候开始上学 首先要学习生活的自理 那时候我将近十几岁 十二岁的时候 比如说洗衣服 整理内务等等的 包括打饭 或者是到室外去上厕所 等等等等 就是你要自己找回来 那个操场 我们的学校操场也很大 你要自己能够找准位置 那时候因为和大家生活在一起 他们都是市民人 感觉还可以 但是上学的时候 就想用自己的学业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上学的时候 拼命地学习一样 当我学盲文之后 那么又学了按摩 我学的是最好的 我是大概是90年8月份毕业 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 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吧 那个时候我刚毕业 是小的医生 所以没有人来看病 在我们中国大陆那边 一般的看病都让你找老医生 我的父母跟我上学 也花了这大量的金钱 我觉得我不能报答父母 在这个社会上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能为社会做什么 你就是个有用的人 你不能为社会做什么 那就是废人 因为世人他一定要根据你的才能 你的权势 你的地位等等等等 来评价你 所以我就落在了那个里头 我发现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我周围的人逐渐逐渐有了家庭 有了工作 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我总想着自己将来父母不在了 我会死在一个黑漆漆的小黑屋里 孤单单的死在小黑屋里 没有妻子 没有女儿 没有什么都没有 晚上我就打开收音机 因为我们从小就爱听收音机 就转啊转啊转转转 然后就听到了福音台 那福音台之后那里面他就讲 他说一位耶稣一位神明叫耶稣 他来到地上为我舍命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位为人舍命的神 然后我就听 听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说每一个残障人 都是耶稣心上的人 我当时就想 我说我这样一个残疾人 一个废人 一个这个按别人都按照我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来衡量我 我什么都没有这样一个人 天上的神居然把我当成是他的心上的人 他重看我为我舍命 那么也就是我不必活在人的重看与轻视的里面了 从此以后是每晚必听福音电台 每天晚上听两个小时 我曾经计算了一下 很多人他一周聚会一次 我呢每天晚上都听两个小时 一个叫空中教会的 我每一天晚上都听 我听了两年 就七百二十次左右 后来呢我就找到了教会 我发现果然是像电台里说的那样 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真是不是按照你能做什么看待你 而是按照你是主理的人他们对待你 我是一个盲人嘛 不能为他们做什么 但我发现他们对待我真是有那种平等 那种接纳 那种爱 那种无私的付出 让我感动不已 小的时候我就去过很多的地方 那是我父母带我去 因为我要去看眼睛嘛 但现在呢我去的地方更多了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她们爱我 我也去常常去农村 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去探访一个卧床的姐妹 她当时从33岁得了肾癌 卧床呢两年多 然后那时候她35岁 身体瘦的 这个面部瘦的像骷髅一样 她说我去年看见窗外的落叶 我不知道我今年还能不能看得到 结果今年我又看到了 和我很多和我有一样病情的人 离开了世界 她说我能够理解神的美意 哇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眼泪流下来 她能够35岁的生命即将凋零的时候 她能够说她能理解神的美意 这是我真是没想到 我知道圣灵和她同在 然后我说那我给你写一首诗歌吧 看着窗外的落叶 心中无限感慨 是不是我还能等到 冬去春来 之前我从没有写过任何的诗歌 回到家里几分钟 神就把这个写诗歌的恩赐给了我 就写出了一首叫做《忠信的交通》 当我把这首歌唱给她的时候 她内流满面 她说这首歌就是走进了她内心的世界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 音乐对盲人来说就像颜色一样那么重要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 唱一些当时的比较流行的通俗歌曲 到了信耶稣之后 我就喜欢唱一些古典的圣诗 现在我以自己来写作诗歌 我大概写了那种二十几首的诗歌的歌词 然后有几首的歌谱 其实做传道人经历风雨不是不困难 但是对我来说已经适应了 但是关键的就是我写圣经 写简章的时候 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写观察解释应用那样 把动词 名词 形容词 把它语气词把它列出来 然后去追求追讨这个原意是什么 然后再观察找出解释和应用 这个是我面对的比较难的东西 当时找盲文的圣经很困难 我给电台写了一封信 他就借着电台把我的信 转给了香港的市场人士书館中心 那里面他把一些的圣经 和关于信仰的书籍也发给了我 他们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盲文圣经有32本 全部如果大概把它放在一起的话 大概要这么高吧 所以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本完整的圣经 上台去讲过的 因为那是我拿不动的 我从未见过 微蓝色的天空 我从不知道 西水的经营 我从不懂得 群山的巍峨 去年我们的教会聚会有了难处 当时我作为一个盲人 一个讲道人又解决不了什么 所以就觉得自己能做得非常少 所以坐在那里就特别失落 也是比较痛苦 神就把这首新生的这首诗歌放在我心里 祂告诉我 虽然我在世界没有看见 微蓝色的天空 没有看见群山的巍峨 甚至我连亲人的面容也都不知道 弟兄姐妹长得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有一个盼望 就是到天家的时候 我会看见主的慈容 在世上的时候 祂会牵着我的手往前走 度过艰难 到天家的眼 我要看见你慈容 我经常去农村服侍 那个时候路还很不好 我那特别爱唱诗 就在诗班里培训他们 后来经过一个大姐的介绍 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对他印象是很好的 因为他去他那个虽然是看不见 到我们的那个地方的农村的教会去服侍 我就觉得他很有能力 我们共同的面对他家人的反对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的工作 后来他的家人同意 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父母反对的理由就是他看不见 以后的生活 不知道我们能过的是怎么样 我当时是很坚定的 无论是怎样的生活 我们都要在一起 我怀孕的时候就担心他会看不见 或者我们找了专家去评估 去测量他 然后说的我们不是尽情结婚 是没有问题的 那时候很担心的 一直为这个孩子去祷告 困难有的时候是很大的 只能我照顾吗 他不能照顾 有的时候孩子就我来 一个人来管 还要管他 但是开心的时候也很多的 因为他特别幽默 他会给你讲笑话什么的 然后对我的女儿呢 小的时候也非常好 我的女儿特别听话 他们就是从小 我的女儿就是跟我们沟通啊 对他的关爱啊 领着爸爸什么的嘛 我们结婚17年了嘛 就是这个爱情 真是越久越深 我看不见呢 神却给了我一双眼睛 领着我四处的去 从前就是看不见嘛 就是一个人去走嘛 现在有我陪着他 无论是去探望 无论是传福音 无论去讲道 都是我陪着他 香港是我早就想往的一个地方 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因为福音广播 他宣道广播 他在这个35周年纪念 这个因为我是听广播信的耶稣 所以呢 这更是个难得的机会 北方现在已经是雪域冰封 很冷 到了南方之后 觉得有两种的温暖 第一种这里边的天气很温暖 很开心 然后有海的气息 夏天也都来到 有星光达到 嗯 你去来游一圈 第一个采训 好路真理生命 与我们同 才到永远 你们的老苦 没有突然 你们这个 能够接触 我这样的一个果实来 我不单单能够 去讲道 我也去 去写诗歌 现在已经写了二十几首的诗歌 我希望弟兄姊妹给我祷告 是我能够 将来能够用这些诗歌 去四处赞美我的主 因为我的主配得荣耀和赞美 谢谢 好 谢谢 那 谢谢 好 被醉压伤的人啊 他愿赦免 被受侵蚀的人啊 他愿重看 他不曾推却一个困苦的 过去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被世俗的价值观念压伤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被别人轻视啊 自己也心里痛苦 信了耶稣之后 被耶稣的信仰释放 被耶稣所重看 重看到他为我舍命的地步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浩瀚的恩典 原来我是迷失的 是在黑暗的当中的 后来现在我真是因为耶稣得到了真光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的 以后去走人生的道路 我最大的胖吗 就是我想去到各地去开不到赞美会 用我的人生经历 因为大家看过 可能有一个见证叫做没有肢体的人生 也是一个残疾人的弟兄 他是这个叫利特的这么一个弟兄 他激励步伍了很多的人 那我们的中国 其实我也盼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天 就是我能够去用我写的诗歌 用我生命的见证和所讲的道 去激励感动我的弟兄姐妹 告诉他们 人一个残障的人士 一个没有什么的人 也可以靠着耶稣过那在地如天的生活 郑伟看不到这个世界 也都看不到五颜六色 但原来他身体的限制 不可以局限他的成就 虽然他看不到东西 但是他一样可以照顾自己 虽然看不到人的样子 但是他一样可以用说话去关心人 身为万人 郑伟都曾经很难过 觉得被歧视 被社会遗弃 但是就在他最失落的时候 他透过电台的节目 认识了耶稣 他才发现 在这个世界原来有无条件的爱 虽然他看不到东西 但在耶稣的眼中 他就是自保 就是因为耶稣的肯定 令到郑伟重拾信心和勇气 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最感动是听到郑伟说 他看不到东西 但耶稣就赐给他一对眼睛 就是他太太阿英 陪着他周围去 告诉他身边发生的一切事 是的 耶稣就是这么好 他会用出人意外的方法 帮助我们突破困境 活得丰盛 现在没有人会再看小震慰 因为靠着耶稣 他走过的路 做过的事 可能多过很多其他正常的人 如果你也有像震慰那样 受身体的限制困扰 令到你觉得很多事都做不到 好像人生很没有希望 不如你试一下像震慰那样 将你一切的忧虑都交给耶稣 耶稣也都很愿意帮助你 我现在诚意邀请你 合上双眼 跟着我跟耶稣这样说 亲爱的耶稣 我承认我的身体 有很多的限制 疾病的困扰 不单止这样 我觉得我的心灵 好像有条锁链锁住我 很沉重 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 我也都求你帮助我 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 我邀请耶稣 进入我内心里面 做我的救主 求你释放我 让我经历自由 求你帮助我 让我走一条光明的路 一条平安的路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认识耶稣是震慰人生的转变点 找到耶稣是他人生最大的礼物 如果你都有些心事 想和我们分享 欢迎你用电话 短信等等各种方式 和我们联络 我们会送给你 《星火飞腾》第十辑的VCD 希望为你带来鼓励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一人一蚊 撑星火行动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 让我们继续做好的节目 由今集开始 我们会将观众的意见读出 对我们鼓励 对我们鞭策 观众Mary给了一个 WhatsApp讯息 CBN的同工 我和丈夫在两个不同的场合 播放了CBN的片 《两根指头的爱》 真的好正 故事好感动 拍摄技巧高超 现场的反应好好 多谢CBN 请你参与一人一蚊 撑星火行动 鼓励你 每一click 收体之余 都可以奉献出至少一蚊 让点击率 成为对我们制作成本的支持 凡父所赐我的人 必到我借女来 到我借女来的 我仲不丢弃他 打开你心怀 投靠在主爱里 血离黑暗 进入永光里